我反對將張亞中教授送考機會 已經構成傷害 不實的謠言 攻擊 正面對決 讓人瞧不起 絕不可能 如果主旅人士的話 早就退出政壇了 可以把我立刻移送法辦 我們不要讓民進黨放鞭炮 民進黨就希望你國民黨 越亂越好 越走得越雞蛋越好 我昨天已經說明過 我再次表達我的立場 就是我反對將張亞中教授送考機會 對於這件事情 我認為是沒有任何一個候選人 需要被送考機會 選間小組所召開的選間會議 應該是要處理選務不公平的事情 所以今天希望他們能夠重新開會 然後收回原本的一個決定 讓我們的這個選舉回歸主軸 回歸理念路線等等的討論 跟這個比較才對 不要讓選戰給失焦了 那這個過程其實對黨已經構成傷害 大家現在要做的是 不要相互的指責任何一個候選人 這個也是考驗我們所有候選人 共同解決問題能力的時刻 我是現任主席 但是我請假參選 對於因為請假 而在這個過程當中 造成這些爭議 當然我也相當的不安 可是呢 此時此刻 大家應該要發揮智慧 這個化解爭議 讓黨內可以團結 讓黨員不要失望 不要傷心 此時此刻 大家最不想看到的就是 黨內的互打 那這個也讓外界或讓民進黨 可以見縫插針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所有參與黨內選舉的候選人 都應該要體認到 黨員最不想看到的就是 黨內的互打 還有候選人之間的相互攻擊 網路上流傳的黑漿圖卡 那內容就是說 你在借主發會 借刀殺人 但是他說這種東西 應該才是應該送到考驅會 這些當然就是說 在競選過程當中 一些不實的謠言 攻擊 我覺得 比較大方一點 或比較大氣一點 你就正面對決 你就是表明你是誰 你如果敢指責 那你就應該要敢告訴大家 你的身分是誰 請署名啊 來做這些文宣 那否則的話 這些網路上面 不具名的任何抹黑攻擊的文宣 只會讓人瞧不起 那也對於國民黨 未來的團結還有形象等等 會造成更嚴重的傷害 院長來這邊立體您 也被大家解讀 就是韓市長也支持您 又或者是說這個 您也繼續要爭取韓粉的支持 張院長是當時 我們韓市長參選總統的時候的競選搭檔 我擔任競選總部主任委員 我們號稱鑽石鐵三角 那今天這個老搭檔的老朋友 來評我也是很正常的 更何況張院長 跟我有很多共同的理念 都是希望中華民國更好 台灣更好 那國民黨好的目的 就是希望台灣更好 那剛剛張曉忠說 是因為您不想要回答 是美國憲民的這一個議題 所以才把他送口的機會 這個我已經回答過一百遍 絕不可能 如果主力人士的話 早就退出政壇了 可以幫我立刻移送法辦 那一本《維基姐妹》裡面 是記錄了台灣政治人物 跟AIT處長的談話記錄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裡面記錄最高的三個人 是馬英九總統 蔡英文 跟王晶庭院長 比我篇數多達一二十人 朱立倫算是小咖啦 想問一下張曉忠人在尊訪說 其他候選都是跟著民進黨的民意 我們國民黨絕對不能變成小綠 但是國民黨也不能變成小紅 國民黨就是正藍 你之前會覺得其實蠻委屈的 還好啊 我覺得要當國民黨主席 就是要包容不同的聲音 不同的攻擊 不同的批評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們不要讓民進黨放鞭炮 民進黨就希望你國民黨越亂越好 越走得越忌斷越好 國民黨今天就是要穩住 我們要讓黨員開心 不要讓民進黨放鞭炮 因為現在很多的民調 最重要的民調就是 九月二十五號 哪天所有黨員出來投票 那是最好的民調 市長 張曉忠說 您的九二共識 是求同遵義親美遠中 根本沒有辦法解決兩岸的難題 所有的做法都是需要經過檢驗的 朱立倫的兩岸政策是 十年來始終如一 而且逐步的接受檢驗 都非常的穩健 我講的這些話 不是只有我自己在講 而是當著習近平的面 當著中共的高層的面 通通都講過 市長 昨天臉書有發文說 是黨中央讓你在北黑過是不是 這些事情過了就好了 我覺得希望今天很快的 等一下我們的選監會開會 就有結果了 那我們還是一致對外 炮口對外 絕對不要讓大家 再笑我們國民黨有任何的內鬥 鄭昭他臉書有發了很多 就是網路上現在流傳一堆黑漿的圖卡 他說這些內容就是在講說 江啟臣操作這個主發會 然後來就是借刀殺人 然後他說這種東西 才應該要送考機會 所以任何的這個紛紛擾擾 趕快過去 我們國民黨大家要團結 不要讓民進黨放鞭炮 國民黨要讓黨員開心 讓支持者放心 我想呢 整個的這個中央選舉 委員會裡面 在最近的情勢的發展 我覺得對國民黨的形象 已經受到了很大的傷害 那國民黨一向是一個光明正大的黨 我們的黨灰就是清天白日 就是象徵光明正大 國民黨一定要開大門走大陸 才能夠符合全民的期待 所以我在這邊呼籲啊 既然我們朱立倫前主席呢 認為有黑手在操控 那江啟臣主席呢 也認為有黑手在操控 那這樣子這五位官派的委員啊 已經受到很大的挑戰 他們都是對國家有貢獻 對國民黨有貢獻的人才 我不忍心 他們受到這樣的傷害跟誤解 所以我建議他們不如歸去 那讓我們外部的委員啊 來接棒 那外部的委員呢 就是我們在政見發表的時候 由各媒體所推派的公正人士 就是由聯合報 中國時報 還有TVVS這三位 作為我們選舉委員會的外部公正委員 那我想呢 這樣可以重新挽救國民黨的形象 可以重新建立選舉委員會的威望